精良小子五效成分顧精亮 勇德生技蝦红素叶黄素 要您购赏全名新攻略 资格赛第四位 绝对是最后一位 加油 来咯 五话的字第一话请看 先是一点 第一话从他开始 第二话 再一点 一点一点 第三话 哎呦 看来 漂亮 这 POWER 你要小心啊 除非你能想到像刚才那个 Jeff那个 会是吧 会 花卉的会 你就想到一个这样的字 可能不能想太简单的 来答案是 我在想两个 可是我只能给一个答案 对 你不要全部讲 不要帮别人 不会给他们机会 果汁 答对了没有 答对了 耶 很好 没有 他想说他错的话 我还会下一句 好 来 恭喜就位 好 好 漂亮 恭喜 POWER同学 谢谢 求人得人 终于 终于 纽约大学翻译口译硕士班 目前正在进修当中 对 刚考上 来看他的第二套题目 请公布 三分钟的时间 只答三题的话 你会怎么学 我应该会从自己最熟悉的 口译开始吧 提醒你一下 刚才有人就死在流连 听说是他从小长大的朋友 可是我做十几年了耶 我就觉得好吧 好吧 我还是想试试看 就算这样爆掉 我也认了 也认了 等一下再看看 Clubhouse 然后迪士尼想平反一下 我记得我上次是死在迪士尼 口译最崩溃的 心理是你 口译最怕会遇到 常舌的演讲者 在2009年 联合国大会上 哪一位领导人 连续讲了94分钟 让口译员当场崩溃了 A 利比亚的各大费 B 北韩 真正日 C 伊朗的 马哈茂德 我的答案是 A 利比亚格拉费 所以 格拉费这么健谈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当年留下 在世界上的事迹就是 在口译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讲到口译员崩溃 连超过30分钟 都有点难度 通常我们会 15分钟换手一次 而且这边讲的是同步口译 大家看 雙面翻译 就是尼可基蔓延的 就是在联合国大会 那口译箱里面 其实通常会有一个搭档 那我们每15分钟 就要换手 再15分钟回来 所以他94分钟 真的是超级考验 超乎常人的考验 应该是答案 請 接住 漂亮 漂亮 好 格拉费呢 他在这个联合国大会 讲了94分钟 那通常呢 一般的这个人 他被规定的演讲时间 其实只有15分钟 就知道他已经超时多长 所以当时呢 他带来的口译呢 帮他翻了75分钟之后 突然大声喊说他受不了了 就出去了 现场还找另外一位口译 继续帮他翻 可是呢 他不是史上最长的记录喔 因为呢 其实在这个1960年的时候啊 这个卡斯柱啊 他在联合国大会呢 是一个人讲了270分钟 来 第二题 Clubhouse声量房 请 主力 根据台湾网路调查 在Clubhouse的话题人情网 请问谁的网路声量最高 排名第一 A 严雅伦 B 唐奖 C 台湾迷音 C 台湾迷音 主力 出假思索喔 因为我看过这个房 严雅伦我不太确定 我记得台湾迷音是冠军 那唐老师是第二名吧 来 揭角了 哇 送分题对你来讲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来 宜万在巷子口了 你知道 这是你的最后一题了 不是 不是啦 不是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先过这一题了 先过 先过 试试看 希望这次可以平板迪士尼 跟老婆在那边认识的 我们在那边打工 这个感觉很特别吧 对 就很好玩 可是我 我现在不敢讲太多 我怕等一下答错 迪士尼秘密有什么秘密呢 请助理 请问项链哪一个关于 迪士尼乐园的员工规定 係书是正确的 A 演员指示时要 五指并拢 B 同角色演员签名一致 C 必须要戴颜色鲜艳的眼镜 鎖定B 同角色演员签名 要一模一样 请锁定 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 所有的白雪公主 签出来的 要是一模一样的签名 比如说有一天 假设有一万个小朋友 找白雪公主签名 不能签出一万个班 他们不是只有拍照 也可以签名 可以签名 就是拍完还要签 白雪公主签名 要练专门的签名 连挥手的动作角度 都要练 应该就是这个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的感觉也是不错的 请 接脚 而且他只花了50秒左右 很厉害 三题五题 非常优秀 你打算今天怎么样 可以 来 再挑战一题试试看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你现在说回家打你 我跟你讲 来 第四题 试试看流行语好了 流行语啊 来 请主题 台湾网络列出了2021年轻人 常用的流行语 前三名分别为高丸 二外 和什么 A群通 B陷动 C勤勒 我选B陷动 主题 二外是什么 第二外语 第二外语 我其实刚刚有犹豫要不要选勤勒 陷动更多 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陷动 包括我自己也是 想说陷动是什么 答对了没有 来 请介绍 陷动 刚昨天是 我 好 这个2021年轻人流行语的 那个时候蔡阿嘎 分享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到底有谁会这样用啊 那么呢 其实呢 正确答案是情勒 就是情绪勒索 它是在前三名 因为情绪勒索 这个词在最近是非常的夯的 那么群通呢 就是在LINE里面的群组通话 另外呢 里面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用语 比如说呢 运内 运动内衣 有人这样用吗 还有姑咩 姑咩是什么 就是Google Map 这好笑 好了 有礼物可以送给你 OK 送什么呢 我们要送给浩尔的是 康茂 送给你 OK 希望你喜欢 盲智琴终极成法 好了 我们今天男生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除了罗继夫 马斯前提 一个不小心选错答案 选错 现在我来打他 好 你是金猪笔后面 你先来 两下 好笑 好久没有拉套完 怎么没被打过耶 谁有打过 打开 真的 这是那个感觉 看好喔 金猪笔来了 里面是棉布啊 它这是塑胶布 没看到没那么恐怖 打红布 打红布 不哭了 不要哭了 只会耶 我吵到理想啊 1 5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縮口再用你的第一次 好可怕 第一次 这两个人 好可怕 谢谢 好的 当悲剧与挫折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瞬间感受到 自己的超能力 而超能力的累积 就是靠天天做绝问 慢慢地累积出 应该有的正确反应 今天我们其实三天者 都做到了这个部分 你如果有仔细看节目的话 你也学到了他们的超能力 想学习超能力 想累积的话 别忘了周到周五晚上9点钟 锁定全民新攻略 再见 拜拜 这次题目放口袋里面 聚会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帮手 不要再考虑了 按下订阅的频道 加上小铃铛 全民心动略 赶快来订阅哦